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面大家就一起来看看妙招姐如何操作吧 首先我们打开支付宝 然后在上方的搜索栏中 我们搜索正见照 点击搜索 选择正见照拍摄 这里可以选择你需要的照片的尺寸和类型 我们这里以一寸照为例 选择好后点击底部这里 你可以选择直接拍摄一张 或者你可以事先拍摄一张照片从箱子中选择 这里建议大家最好用美颜相机拍摄 这样效果会非常好 还有拍摄的时候背景不要太杂乱 最好是纯色的 比如用白墙为背景 妙招姐这里已经拍摄好了 我们现在直接从相册中选择上传 现在支付宝就在自动生成照片了 好了 现在生成好了 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圆圈 进行切换背景颜色 切换好后 大家点击右下角的勾 这样正见照就生成好了 大家点击左下角可以选择保存到手机相册中 自己用打印机打印 或者去照相馆打印 点击右下角可以选择支付宝 将正见照打印好快递给你 怎么样 这个一键生成针间照的小妙招 够简单 够方便 够实用吧 以后再也不用跑照相馆了 而且效果还非常的好 好了 今天的妙招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妙招姐的分享 请关注我 并在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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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打开支付宝 然后在上方搜索栏中搜索证件照 点击搜索 选择证件照拍摄 这里可以选择你需要的照片的尺寸和类型 我们这里以一寸照为例 选择好后点击底部这里 你可以选择直接拍摄一张 或者你可以适些拍摄一张照片 从相册中选择 这里建议大家最后用美颜相机拍摄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直接拍摄一张 或者你可以事先拍摄一张照片 从相册中选择 这里建议大家最好用美颜相机拍摄 这样效果会非常好 还有拍摄的时候背景不要太杂乱 最好是纯色的 比如用白墙为背景 妙招姐这里已经拍摄好了 我们现在直接从相册中选择上传 现在支付宝就在这种生成照片了 好了 现在生成好了 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圆圈 进行切换背景颜色 切换好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勾 这样证捷照就生成好了 大家点击左下角 可以选择保存到手机相册中 自己用打印机打印 或者去照相馆打印 点击右下角可以选择支付宝 将证捷照打印好快递给你 首先我们打开支付宝 然后在上方的搜索栏中 首先我们打开支付宝 然后在上方的搜索栏中 搜索证件照 点击搜索 选择证件照拍摄 这里可以选择你需要的照片的尺寸和类型 我们这里以遗寸照为例 选择好后 点击底部这里 你可以选择直接拍摄一张 或者你可以事先拍摄一张照片 从相册中选择 这里建议大家最好用美颜相机拍摄 这样效果会非常好 还有拍摄的时候背景不要太杂乱 最好是纯色的 比如用白墙为背景 妙招姐这里已经拍摄好了 我们现在直接从相册中选择上传 大家点击 切换好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勾 这样针接照就生成好了 大家点击左下角 可以选择保存到手机相册中 自己用打印机打印 或者去招相馆打印 点击右下角 可以选择支付宝 将针接照打印好 快递给你 再等会 这一段你在录下就是 这一段你可以快速的连起来读 知道吗 因为我们一直停留在一个画面 你可以选择一张拍摄一张 然后一直到哪里 一直到妙招姐已经拍摄好了 再卖下来 就再这样 这一段你就快速的连起来读就可以了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再还有一个 这个针接照这里可以快速连起来 也是挺留在那里 不动了 这样针接照就生成好了 这样 这样针接照就生成好了 这样针接照就生成好了 大家点击左下角可以选择保存到手机相册中 自己用打印机打印 或者去照相关打印 这样针接照好的 好了 你还要吃火锅 吃火锅